一般來說 劇組在電視電影開拍期間 幾乎都是夜以繼日的拍戲 趕進度 別是電影職業工會 和勞動部在前年調查了影視工作者的 平均日工時 以十二到十四個小時 最多 十四個小時以上的 更是超過了三成 職業工會是認為 與其違法 不如配合工時納管 所以推動劇組的現場拍片勞工 納入勞基法責任制的適用對象 而勞動部也初步同意放行 2018年上映的都會愛情影集雙城故事 跨海到美國取景 導演葉天倫說 當時該劇組拋開影視血汗成痾 控制每天拍戲時間 不超過勞基法上線的十二小時 但礙於資金不足 演員檔期重疊 還有天候等各種因素 影視工作者在開拍期間 爆肝還是多數 臺北市電影戲劇職業工會 與勞動部一百零八年度曾展開調查 顯示日工時超過八小時是常態 百分之二十四影視勞工 平均工時都落在十二到十四小時 最大宗 十四到十六小時有百分之十八 十六到十八小時百分之十 十八小時以上也佔了百分之四 高工時慢隨的交通職災 更是一般勞工的八倍 該指案報告統計 有百分之四十八的劇組職災 都是拍片過程或上戲 下戲而發生的車禍 電影基金會和工會約花兩年時間 推動現場拍片人員納入勞基法 第八十四之一條責任制 十三號獲得勞動部初步同意 工會解釋乍看像是勞權倒退 但責任制最高日工時 就是十二小時 期待未來勞工和出資者簽約時 對方不會再無視勞基法 至少能在責任制的框架內 創作與勞權之間取得平衡 記者黃金庫俊林 臺北報導